這款隨著PS VITA 一起發售的 真實三國無雙系列最新作 真實三國無雙 NEXT 運用了許多PS VITA 的觸控與六軸動態感測功能 有別於以往的遊玩方式 為玩家帶來全新的體驗 而這也是真三國無雙系列第一次加入的觸控玩法 是否能打動玩家的心呢? 第一次在掌機上玩到如此高品質的畫面 就像是把PS3拿在手上一樣 讓人驚艷啊 而武將模組是直接套用 跟三國無雙六乳的角色 無雙顏色鮮艷飽和 光源打在意義上的光澤 閃閃動能 同一畫面裡 即使出現30名以上的人物 也不會有體重的現象發生 可說相當流暢 但是有時身邊會突然冒出小兵 感覺蠻怪異的 遊戲中的電子快節奏音樂 幾乎都是沿用真三國無雙六禮既有的 沒有什麼興趣較為失望 人物對話時都有語音 語音否能符合該武將的形象 曹操的語氣堅定又有自信 關羽的語氣成文 在音效方面 遊戲的打擊感不太好 攻擊時的音效沒有很扎實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封鎖強調地圖上各種不同的句點 每個句點的效果都不一樣 例如佔領金涼庫可使我方句點的耐久度上升 而佔領傳令所後可使援軍前來支援 玩家必須盡可能去佔領句點 才能讓敵方本陣耐久度下降 這種耐久度的設計 常會發生已經把敵方本陣的大將打倒 卻還無法結束戰役的情形 必須持續搭到本陣內的小兵 以耐久度降為0才能獲勝 而句點的設計也使玩家 無法採取以往直通本陣打倒主將的方式 必須先這個人佔領據點才行 使得每場戰役的遊玩時間多長 有時會感到不耐 同座與系列座最明顯的不同 在於取消了血量表 在收到損傷時畫面會變紅 只要不被敵人攻擊到 就可自動回復損傷 剩下的是無雙計量表 落神計量表 每個武將都新增了神速無雙 施放方式必須先觸控一步揚克 再搖動主機或是點擊背面觸控板 觸動玩法可能會讓機關以往操作的人或是同 而其效果是大範圍的攻擊 還可以快速累積連斷速 進一步集滿擴乘計量表 集滿後進入據點再點擊畫面 有一次將據點內的敵人一倒而空 馬上佔領 戰鬥中有時會遇到敵人騎襲 必須活用觸控來應對 越快打擊敵人的騎襲 還能夠獲得武將的武器 當遇到特定的無雙武將 會進入單挑隊 以及並得用手指觸控的方式來遊玩 滑動的速度要夠快 才能打倒敵人 玩家透過演藝模式來遊玩三國的故事 但玩起來感覺很瀰散 限制又很多 玩家無法自由選擇國家 一開始黃金之亂只能用蜀國 結束之後又強制玩家用衛國去打倒董卓 而且故事與跟三國武裝6一模一樣 就連音動畫也是 讓人對遊戲公司有便移形式的感覺 自創武將模式可以設定的項目相當多 臉部也可做細微的調整 服裝也有不少 比起系列作豐富許多 讓玩家打造獨一無二的專屬武將 而原創武將可以在爭霸與共鬥模式中使用 共鬥模式最多可以四人玩 但只限於近端連線 而且只能玩特定的模式 像是必須在五分鐘內 防禦所有的職員就被佔領 過關的話可以獲得不錯的物品 這次取消了武將培育 每個武將一開始就有全部的招式 獲得的武勳是用來提升玩家等級 升級之後可以得到新的編輯部件和武將卡 有了武將卡才能使用該名武將 而武將卡都是以手繪方式繪製而成 十分精緻 爭霸模式自由度比較高一些 會選擇國家與既有的武將來遊玩 勝利的話也可以獲得新的武將卡呢 本作強調佔領據點的玩法 少了點以往討伐武將的感覺 因為PS Vita做了很多觸控的玩法 但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在每場戰役 一定得用手指畫來畫去 這樣有時反而會破壞遊戲的節奏感 因此只推薦給想在掌機上玩到畫面很好的 真三國無雙 請對觸控的遊玩方式 不嫌麻煩的玩家